小朋友手牽著手唱出部落歌謠 其老們也跟著一起打拍子 台東射馬干部落文化成長營 19號開始在部落區會所 舉辦五天四夜的活動 營隊的哥哥姐姐們 也精心設計許多課程 協助學員們認識悲男主文化 每一天的課程都不太一樣 像是一定有比較基本款的 可能認識小米啊 然後跟阿公母上課 然後做櫃這種的 然後也有到部落裡面去拜訪老人家 唱歌給他們聽 學習傳統歌謠 一樣是跟以前一樣是邊學邊玩 但是學的東西更多 而不是玩的東西比較多 大概日本時代以前的 拔拉罐在這個地方 這個整個區域都是 這樣了解嗎 對 除了室內教育課程 今年營隊還安排學員們走入山林 希望透過課程 加深孩子們對傳統領域的認識 比如說我們有到臺東大學 然後到聖馬甘郡 就是我們實際可以去走到傳統領域 讓小朋友去在那個現場 他是真的用親眼 然後自己親手啊 親眼然後親自去到那個地點 所以他更會感受到 這以前是我們祖先曾經待過的地方 然後搭配老師的解說 他就會把一些遷徙的過程 講給小朋友聽 去到看到阿公的放棄陷阱 然後我們去以前那個 以前離教部落附近的領域那些 去附近的地點 看一下那個以前 阿公他們都是 祖先他們都在哪裡 透過課程讓孩子們回到祖居地 了解部落遷徙的歷史與故事 銀隊也希望能透過活動 增加孩子們對土地的認識 未來也期待更多族人 加入學習的行列 讓被人組文化能延續下去 原來是新聞文章 跟台東市才能報導